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他就是马大太空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陈伟伦先生了,欢迎你来 陈伟伦先生,你好 两位先生,你好 其实我们知道今天晚上,Doctor's will在太空站进行另外两项的实验 包括就是顽陀罗Gussing的那个实验 另外一个就是要研究液体在这个微重力的状态 所呈现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实验 那当然由我们来讲的话就可能不够说服力 我们有请我们今天请来这位专家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项的实验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玩陀罗的实验开始说一说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画面可以让大家看一看的 就是之前在这个太空站上面也有人做过这个关于陀罗的类似的实验 那么想请陈伟伦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画面上面可以看得到 这个陀罗它好像没有这个停下来的迹象 而且在一直不断不断地转着 是因为在太空站里面 它就是一个无重力的状态 那么这个陀罗它旋转的时候而适飘在空中 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是没有其他的阻力 能够使这个陀罗慢慢停下来 那么在地球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因为陀罗它其中一个点会接触到地球的表面 陀罗的轴心 轴心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有地心引力跟没有地心引力是使到这个陀罗停不停下来的主要关键因素 那么在太空站里面呢 陀罗也有可能会停 就是说它也会停 但是它是因为太空站里面怎样都还是有空气 那么这个空气呢也是这些空气分子组成的 那么它也会使到 它也会产生阻力在陀罗的旋转表面上 但是那个停 那个停要停下来的时间就比较长 如果那个陀罗是在太空站的外面也就是在宇宙里面旋转的话 它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咯 可以这样讲 OK 除非是大气里面的这些空气本身的粒子 它跟这个陀罗旋转的时候它的表面会产生摩擦 所以很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后呢 可能几亿几万年以后呢 它还是会停下来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好 其实我们知道道特斯还有进行另外一样的实验 就是液体在微重力所呈现的状态的实验 想知道更多人相信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